大家好,欢迎收看志愿书香,我是宁希,喜欢请您关注我,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愿书香最新的节目。 大唐盛世是空前繁盛的时代,也是一个创造性和想象力大爆发的时代。 大唐文化影响深远,魅力无穷,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过,如果能看看大唐的强盛和长安城的繁华该多好。 我们没有时光隧道,但是我们却能在古代的典籍和诗文当中去感受一番。 今天和朋友们聊的这首诗叫《长安晚秋》,它是唐代诗人赵谷写的。 这首诗就是通过诗人的视角,描写了深秋时节在高楼中所见到的长安秋景。 赵谷不是长安人,因此这其中也寄托着赵谷深远的思乡情怀。 此刻就让我们乘着诗诗的翅膀,穿越千年时光,一起走进大唐的长安晚秋。 长安晚晚秋,唐照谷。 云雾凄凉,浮暑流,汉家宫雀,冻高秋。 残星几点,燕横塞,长笛一生,人已楼。 紫燕半开,离局境,红衣落尽,住连愁。 鲁鱼正美,不归去,空待难关,学储求。 这是一首七岩律师,有情有景,是赵谷客居长安的时候所写的。 赵谷自成佑是当时的楚州山羊人,他的家大约在今天的江苏淮安。 赵谷曾在唐文宗大和六年进京参加考试,遗憾没有考中,这期间他都欲居在长安。 长安的景象让他非常震撼,可是作为车马曼的古代,他一个人独在异乡,又是秋天,这也让他产生了浓厚的怀乡情绪。 因此在这首诗里,思乡情绪也是呼之欲出的。 诗的大意是,长安的深秋,清晨浮晓的云和雾气在天空中飘动,满城的亭台楼阁和华丽的电雨高高耸立着。 仿佛能够触碰到天空。 天上残星点点,大雁南飞越过观赛,在悠扬的笛声中,我只身已在楼中。 天色渐明,看到周围明媚绚丽的菊花在静静地吐露芳华,红色的莲花落伴了,这让我忍不住思念我的家乡。 可惜我的家乡最近鲁鱼正肥美,但是我却暂时无法归去。 长安繁华,可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乡,我是多想回到家乡江南去,多么想要归隐啊。 这首诗里所写的感情和我们今天是一样的,我们也会在去到某个地方的时候感叹真美,可是时间一长,也开始思念家乡,特别是思念家乡的味道。 诗人赵谷就是如此,他在开篇用简洁的文字总览了长安的全景,云雾凄凉,腐蜀流,汉家宫雀,动刀秋。 汉家宫雀在这里指唐朝的宫殿,在这个深秋的浮晓,在长安,赵谷思念家乡,因为知道自己要离开长安,因此可能也有一份对长安城壮丽景象的不舍。 于是他登上了某座高楼,平高而望。 眼前所见的是清晨的云雾缓缓缓飘游,长安城的宫贯楼阁,仿佛都在云雾的笼罩下浮动着,这景象迷蒙而又壮阔。 诗里的凄凉两个字,既客观也主观。 唐朝的都城长安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,这里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,冷暖干湿四季分明。 在深秋秋风渐起,树叶凋零,难免是有一份萧瑟之意的。 赵谷用秋的含义来衬托他自己的心境,考试不中又客居一厢。 虽然身处繁华壮丽的都城,可是这些都和自己关系不大。 郁郁不得志和想家的情怀,油然而生。 这样的心情是不是像极了今天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呢? 事业还没有熬出头,想要留下还是没有看到希望。 在某些时刻,看着窗外的灯火辉煌,总是会无比想家。 接下来赵谷开始写抬头所见所闻的景象。 残星极点,燕横赛,长笛一声,人以楼。 这连是名剧,残星极点是看到的,长笛一声是听到的。 南归的燕镇是秋天最具特征的景象,高楼笛声又做了饶有情韵的烘托。 据唐诗记事记载,大诗人杜牧对此赞叹不已,赵谷也被人称为赵乙楼。 杜牧如此喜欢,恐怕也是由于这句诗玄景典型,韵味清远。 接下来赵谷开始写天光大亮。 紫燕半开,离菊尽,红衣落尽,竹莲愁。 天越来越亮了,眼前的景物更加清晰了。 有竹梨旁紫燕的菊花,一层层四开未开,一态十分咸雅。 有水池里的莲花,一朵朵花儿凋谢了,像脱了红衣。 紫菊半开,红莲凋谢,正是深秋的花式。 以静复菊,以仇来赋予莲,都是以情与物,不仅形象传神,而且含有浓厚的主观色彩。 看到眼前的枯河,会自然地追思起往日他们红艳艳满河塘的日子。 不禁生出红颜易老,好景无常的感叹。 而离畔的紫菊,一派君子之风,更会让人想到陶渊明,采菊东篱下的隐居生活,因应感到诗人也有归隐之意。 最后一句,鲁鱼正美,不归去,空待难关,学储求,是诗人赵古开始写自己的心情和期盼。 照顾想到了秋天家乡的鲁鱼正美,自己不回去享用,却像囚徒似的,留在这不属于自己的京城,干什么呢? 鲁鱼正美用了西晋时期张翰的典故。 张翰也是江南人,曾被西晋齐王司马九任命为大司马东曹苑。 后来朝廷各种纷争越演越烈,张翰不愿意卷入纷争,就借口说秋风起。 思念家乡美味的纯菜和鲁鱼,然后词官回家了。 赵古在这里用这个典故是表达自己的雇员之情和隐退之意。 而戴南关学储求则是用了春秋时期忠仪的典故。 忠仪是楚国贵族,也是由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古琴演奏家。 在郑楚交战的时候,储君被击败,忠仪被郑国俘虏献给了晋国, 成为了储求。 有一次,靖景宫到军府的牢房视察,见到了忠仪就问隋从说, 这个被关押着还戴着南方冠服的人是谁呢? 隋从回答说,这个人是从郑国转送来的储求。 靖景宫对这个被关押了两年,还仍然穿戴着自己国家帽子衣服的人,十分感佩。 赵古在这里是借忠仪的典故来说明自己留居长安已经没有意义了, 表达自己想要速速归去的心情。 这首诗中描绘的大唐长安秋色非常美, 所抒发的思乡情绪也很动人。 读到这首诗,有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多想象。 千年前的大唐长安,清纯的雾还没有散去, 平台楼阁和华美宫殿都在雾气中若隐若现, 仿佛是仙境一般。 而雁震和菊花,残河和笛声, 又把这份浮晓长安的意境烘托得深远又和谐。 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中的长安应该是熙熙攘攘的, 这首诗里的长安却因为太早,还没有完全醒来。 在这个秋天的早晨, 它是那么宁静,那么壮美, 读来被大唐风华和诗人的思乡情绪所深深打动。 朋友们喜欢这首诗吗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一聊。 这里是志愿书香,我是宁希, 感谢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